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阿贝小四 小四终于考完试啦,所以跟大家见面了,回归了Vlogs 这次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 我是怎样DIY App的图标和格式的 因为最近看到了一些这样的图片 然后感觉很新奇 虽然就是没有那么喜欢这样的版本吧 但是我也想了自己做的版本 比如说我自己本来的背景是这个布朗熊的 然后我想如果把所有的图标 全部都换成跟布朗熊背景一样的颜色 感觉会不会整齐很多呢 所以说干就干,今天我就查了一下该怎么弄 然后想拍一个视频跟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如果只是单纯更改图标的话 我们可以只用shortcuts这一个软件 这个是苹果自带的软件 然后打开所有的软件 选择自己想要更改图标的软件 或者更改名字 我们可以拿动森手游来做个示范 这边可以添加自己想要的名字 比如说叫叫动森梦好了 这个是我们之间琴的名字 把它添加到主屏幕 同时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图标的样子 可以更改图标的颜色 图标的logo是什么样的 这里的话我想用自己的图片 所以我就点击添加图片 然后选择之前截图结好的跟背景图片一样的颜色 然后这样一个快捷方式就建立好了 然后把它拖到想要的位置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原来的删了 就用这个快捷方式就好了 唯一有个缺点的地方就是 我觉得每次打开会有个提示 说它这是一个short cut 就是会感觉有点烦死吧 在网上看到了有不同的版本 可以去掉这个 好像大部分现在都没有什么用了 这个是13.0的版本 screen time也有一个notification的部分 然后你可以把它关掉 但是这里的话我们看到我这是没有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发现什么好的方法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我呀 跟大家分享分享 然后我又尝试着去添加了一些不同的图标 比如说这个有日期和星期几 首先我去到App Store去下了一个软件叫WidgetSmith 然后同时呢我看底下也有一些自己感兴趣的 我也一并下来了 所以可以给大家尝试一下 首先我打开了WidgetSmith 去探寻了一番 然后还发现它其实有一些时间的设置 比如说你可以白天有一个白色的或者是什么任何颜色的 晚上可能给它换一个黑色的 然后它就不要那么亮 我觉得挺好的 像目前用不上了 然后我们可以到逐界面以后 在更改模式里面点左上角的添加 添加我们所选的Widget 然后这就出现了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版本再来更改自己想要的样子 我们可以给它更改颜色 字体 字体的颜色 然后还有不一样的模式吧 之后我又如法炮制 添加了几个不同的软件 整体看上去挺和谐的 这样人家拿到我的手机 一看 这不用软件呀 其实都是隐藏在了背景图片里的 然后我又尝试了另外一个 就Color Widgets 这个就比较丰富一些了 这有不同的功能 首先它有跟刚才一样的Widgets的功能 它还有一个set 里面是不一样的icon 你可以选择去下载下来 然后给所有图标都换上 然后这边还有countdown功能 比如说马上快到新年了 然后告诉你还有多少天新年 这里我就选择了一个普通的新年countdown 然后用了一下我自己之前的图片 感觉效果还是挺好的 还有小四这学期爱上了听相声 有的时候晚上就放了枕边 然后听着相声入眠 因为有的时候就听完以后忘了给它关起来 或者已经睡着了 不知不觉给它放了一晚上或者是几个小时 觉得很浪费 然后发现了一个很有效果的小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screen time功能 然后比如说我们找到一个微博里的视频 这个视频是四分钟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我们已经看了多长时间 然后给它加上更改为这个到点的时间 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心的观看了 就算最后你睡着了 也是可以像这样有一个time limit 然后它就会自动的就是停止播放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有用的小方法 所以想方向给大家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最近应该还会有别的视频出来 敬请期待哟 接下来 词 看起来